各位早上 經常都是傻的周旅同國 資本主義大好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極權主義、極權的國家 一黨獨大 是完全沒有常流的機會 但資本主義就不同了 窮人也可以變成有錢人 這真是自己一廂情的想法 而且他們都不知道什麼叫社會主義、資本主義 他們都不知道裡面怎麼運作 有見及此 我就買了這三本書 其實大家都可以隨時在淘寶圖討好 就是社會主義、合心、價值觀的讀本 這是大人版 裡面全部都是字 這個是小學生版 圖畫已經說了中學生版本 裡面先說小學生版本 大家最關心小學生 最近就說有學校博男英大逃殺 然後那些人吵架 黃家長就吵架 就說不應該讓這些小學生看這些東西 我也不知道讓人看戰爭的東西有什麼問題 我也有給大家看印尼排華的東西 你們不看就不會知道災難性 你看過南京亞逃殺的片段 現在你們在YouTube都可以看到的 差不多印尼排華 道德上我想差不多這麼恐怖 但是實際的那種殘忍殘暴 你看完之後我保證對日本人和日本這個民族會改觀 所以我很看不起喜歡日本的人 這個是 你只要是一個中國人 如果你說會崇日的 你肯定是沒有看過歷史才會崇日 那好吧 先說回這一本書 裡面其實 並不是很悶的東西 他們全部生活化有很多圖片 其實是很像以前的德育課 就是去告訴你 為什麼你要獨立 為什麼你大陸沒有工人姐姐 沒有那些印印、菲傭 他們就會跟你說 你是要 執床鋪 你要做家務 要減輕父母的負擔 不要要父母經常照顧你 父母已經賺錢養你 你生你出來 其實你要孝順父母 自己做到的自己 不要經常父母幫你做 是類近的這些 當然也有說到很多 中國起飛的東西 社會文明 教你怎樣去 譬如客人來到你家的時候 為什麼你要斟茶帝水 為什麼要送到別人出門口 這些東西是現在香港 根本是完全不會教的 挺恐怖的 學完這些東西 是可以馬上用到的小孩子 但是你問一個小五星小六的學生 我勾勾勾地上完整個學期 他學了什麼 他是沒有什麼學過的 你問他 問他 他也答不了你 只是為了考試 你們經常覺得這些書 外國很藍 很紅 你們看了才說 裡面有很多很有益的資訊 這些我都不逐句 跟大家分析 你可以自己買回來看 接著就輪到這一本 中學版本 裡面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他博了很多 但是裡面寫的當然有深一點 多些文字 圖畫就開始沒有那麼多 但是裡面 我很欣賞一個例子 就是考一下你的分析力 這裡 我讀個個案給大家聽 黃某20歲 男的 李某21歲 然後大家一起去一間遊戲房 玩 玩玩一下 因為錢的問題 他就問這宗案 扣不扣成犯罪 是什麼罪名 本案是誰是主犯 誰是重犯 說明理由 講一些年輕人 很喜歡因為錢的問題 或者女兒的問題 搞到會 扣不扣 甚至是做出一些犯罪的事情 然後你還可以掃這個QR Code 去看到整個案件的答案 也講到明星犯錯 明星吸毒 為什麼是零容忍 特殊的圈子效應 偶像淪陷 為什麼要禁毒 你們經常說大陸極權 吸毒也不行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在外國就不用那麼慘了 在外國怎麼吸都可以 整家一家大小慢慢吸 兒子兩歲開始拿著非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你們在YouTube搜尋一下 很多小孩子一兩歲吃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 講一下 偶像為什麼不可以 其實正常人的腦 都會想到為什麼不可以 你是年輕人會追求的東西 一個甚至未成熟 即將去成年人 未來國家的 中樓底柱動糧的人 追捧你的人 去吸毒 而你為了整個大陸人吸毒 會怎樣 中國是容忍不到吸毒的 你不要用美國那些說 話說最近 到處給大家看一單新聞 就是倫敦 英國不知哪裏 就說 停車場 不斷被人打把玻璃 還被停車場攬收費 追溯公司 就是人家的停車場進去 那個停車場的公司 竟然可以問你收數 就像黑社會這樣 在香港根本不可能發生 但在英國其實這些是比比街市 打把玻璃也不一定會講 我想歐美白人的國家 都是挺經常發生的 所以你們會對外國的東西 有很大的寬容度 經常說外國吸毒 你不吸一份 你叫你的子女先吸 人家知道這些 十多歲的人 甚至還未成熟的人 在追捧這些偶像 是很大的人 這些偶像真的吸毒 你不禁止他們 究竟是誰禁止呢 說這些說話的人 即是說中國極權連明星吸毒都不同 很多都是家長 說這些濕狗家長 真的要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這個爸爸也是癡癡地善的 右邊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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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殺死了 右邊殺死了 左邊殺死了 左邊殺死了 你老子為什麼講得這麼複雜 你看到她是發瘋 拍桌子 面容真靈 其實就是在教她做功課 我開始以為這些是很少數 我不知道原來這麼多 是這樣的 很多媽媽都說 我都控制不了自己 現在每次發完火都後悔 我和她是同款的媽媽 每次發完火都後悔 或者將自己平時的怨氣 和老公之間的怨氣發洩到小孩裡 發了出來就舒服了很多 借功課這樣去發洩 這就是我教作業的樣子 一模一樣 媽媽我一天天都是這樣 我是一年級的家長 接著我控制不了的時候 就不想控制了 接著我會將自己抑壓的情緒 全部都噴發出來 噴發出來就舒服一點 說些實力出氣袋 這件事其實大家都心自同明 我覺得做人父母 將自己的怨氣發洩到另一半 和子女那裡是一種慣性 這件事是千真萬確 在網上的世界 大家比較容易說到真話 其實這些才是事實 什麼口感症能量 什麼愛愛愛那些 其實都是很虛假 也有一個學者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人 他自己都在分析 其實現在的人 是很喜歡把小孩當成一個工具 很多人養兒子也是工具 不是目的 特別是很多人養女孩子 因為中國有一句話 女孩子嫁樓都是婆嫁的人 嫁樓就嫁樓 太多的人 世俗家庭的人 都是為了要彩禮 特別是結婚那一刻 還是要彩禮 所以他認為養女孩子就是工具 養這麼大 嫁人也嫁了 什麼都沒撈到 所以能多要彩禮就多要彩禮 這就是他養孩子是工具 養兒子也是一樣 從小就開始灌輸 養兒防老 他養孩子是工具 不是目的 世界上有多少動物 養孩子的目的 是為了養老的 就人這個動物 最不是東西 把養孩子的目的當作養老 所有的動物養孩子 就是為了養孩子 就是一種悟失的 極度的 沒有任何私心的愛 養就養了 就人這個動物 不是個東西 人這個動物 還自我道德化 害怕自我標榜得很高尚 這有沒錯的東西 往往標榜得很高尚 真的說太好了 人這個東西不是動物來的 的確確是 最近有很多唱歌 那些新秀 那些表演 有些女生跑出來 因為很小 十多歲 主持人問他爸爸 好像懶有學識 怎樣做 CEO 問他爸爸 就說 你想你的女兒繼續唱歌 還是讀書 可以放棄學業 然後他爸爸就說 我很貪心 我希望我的女兒 兩樣都可以 又讀大學 但又做到當紅的歌手 我聽到這裏 跟剛才那段說話一樣 人這種動物 不是一個東西 你是那個私心貪男 是多厲害 仲男輕女 不用說 這段影片 我不會提及仲男輕女 這個也不再說 當你的小孩有點明目的時候 開始彈起的時候 說很貪心 希望我的小孩 又唱歌 又紅 接著又讀大學 方便給你 曬命 你不會讓你女兒感受 你不會讓你女兒 可能她想唱歌 不想讀書 但不行 我是你爸爸 我就要你讀書 其實情況跟剛才那個爸爸一樣 打打鬧 你不要以為這些低下階層的人才會做 有沒有學識 有沒有錢 跟你有沒有格局的人 有少少關係 但沒有絕對的關係 發生爛窄 要子女入大學的人 很多時候的父母都是 我以前可能讀到中六中七 然後可能 之後讀過 不知是上級級 很辛苦 現在三四十歲 那一陣子 四十多歲 那一陣子的父母 很多時候都會逼自己的下一代 一定要讀大學 如果進去就覺得很貼光 或者中大廣大 我想這種父母佔了九成 所以你們會很緊張 你們會將密書功課 你們會將這些東西 為何你想入大學 很久之前我已經說過 為何你想要子女入大學 為何要考好成績 除了為你臉上貼光之外 因為你知道這是一種資本 一種成本 你可以知道 你的子女將能賺到錢 養回你 你不希望你照顧回去 如果他沒有讀大學 他就沒有辦法出人頭地 你沒有辦法有面子 和對方你的子女 是沒有辦法 可以很好地 給你過那些優惡的生活 人這種東西 因為人這種動物 不是一個東西 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 你必要ugs美 你必要一個次出票 你就是他 沒有法利益 你的時空 你可是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